QE今天結束 台股小碟15點 恰巧以8888點鐵資作收 人事大地震 陳鴻近期傳出高階人事調整 現任總經理孫大名將升任副董 回為35年 蘋果正展開初步洽談 如果美國放寬經濟制裁 蘋果將在伊朗開賣iPhone 美國Amazon目前在大陸市場 占有率只有2% 有分析師稱 Amazon每年在大陸 虧180億元台幣 財經8點到 8點看財經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若潔 好 另外關心的是黑心油案 台北地檢署另外查出了 衛泉販售 由鼎新代工的衛泉香豬油 他們竟然是用非食用級的 牛油豬油製作 這兩年多來賣了3萬多桶 不法獲利高達了近3000萬元 今天下午再度依詐欺跟食管法 來追加起訴 衛泉的前董作衛應充 鼎新製油總經理常梅峰 還有衛泉公司 而目前錦新集團的塑料油案 章話地檢署偵查終結 30年而起訴之後 究竟要續壓衛應充還是會交保 以審題從下午開始到現在 還在審理中 好 繼續為您插播一項最新消息 蘋果的執行長庫克 一直以來都被盛傳是同志 不過現在他正式出櫃 大方承認自己的同志身分 庫克他是在彭博商業週刊 親筆撰文 他表示對於身為同志的身分 感到很驕傲 並且說是上帝給他最好的禮物 而其實早在今年年中 就有電視主持人 爆料庫克是同志 庫克也曾經獻身 舊金山的同志大遊行 因此現在他正式出櫃 美國媒體也不太意外 就在今天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已經實施了將近6年的 美國量化寬鬆QE政策 終於劃下句點了 大的今天宣布 從本月開始 要停止每個月購買證券 這個決定雖然重大 但是也符合市場預期 我們在已經看到 同時Fed還說 未來的升級預測不變 零利率的時間 將會維持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 這多少也安慰了市場了 而道瓊昨夜呢 是收在16974點 只有小跌了0.18% 好 當這個QE 準備要收散的時候 星星國也要緊張了 而另外呢 就在QE後QE時代 難道就連股神的心法 也要改寫了嗎 我們現在也來回顧 這6年的QE時間 到底股票 每股漲了多少 而您又有趕上 這一波的大行情嗎 我們現在 您一起看到 QE從什麼時候 開始實施的呢 當時實施時間呢 QE1是從2009年的3月份 開始實施 當時的規模呢 高達了1.75兆的美元 而實施的時候呢 當時每股是 到了這裡差不多是 12000點左右的價位了 而接下來呢 QE還沒有結束 因為呢 立刻又有所謂的 QE3 也就是呢 這一次停止的 QE3 是從2012年的9月份開始的 這個規模可以說更加驚人 因為呢 規模 850億美元 是每一個月來購債喔 而這個時候呢 QE3把美股 從當時 2012年的9月 差不多是 12000點左右的價位 直接呢 推升來到了歷史新高點 最高曾經突破了17000點 可以說呢 大幅推升了美股的上漲 而總計我們一起來看 QE實施的這將近6年時間 總共推升美股大漲了 160.77% 總共漲了1.6倍這麼多 如果您真的賺到錢 要跟您說聲恭喜了 但是更要注意的是 就像是彭總才說的 QE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艦 開出來的時候波濤洶湧 開回去的時候 也是波濤洶湧 而今天 剛剛看到了影響整個金融局勢的 QE時代正式結束 到底我們有哪一些風險 要來特別留意的呢 第一絕對是 核實升息的訊號 過去因為 QE帶來的低利率跟豐沛資金 讓股市站上了高點 而就在QE退場之後 升息之後 股市的動能一定會受到了影響 最新的FAT 為了要安市場的心 聲明中還特別說 會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相當可觀的一段時間 市場一般預料呢 在明年的年中才會升息 但是呢在這個之前 市場很有可能會有一些波動 像是呢 基金之神 捷克伯格 他就預測了 他說呢 當FAT收散利率開始往上升的時候 美股恐怕會大跌20%到25% 非常的恐怖 而另外呢 一大挑戰則是匯率 隨著QE印鈔結束 美元走強 而這又形成兩個不同的影響 第一個呢 就是說會不會來衝擊到美國的出口呢 而第二個 一些油金的價格 會不會反向的走弱呢 前者我們看到是造成美國的問題 不過呢後者則是會造成全球的問題 像是最近原油的價格就持續走低 而最後呢 當QE退場 對於新興國家的衝擊 恐怕更加的劇烈 而專家最新就點名了 脆弱五國將會首當其衝 這脆弱五國是哪五國呢 包括了印度 還有印尼 巴西 土耳其 以及南非 就是我們所謂的脆弱五國 而這個脆弱五國 最主要的一個共同特徵 就是呢 他們過度依賴 變化無償的外資 來維持本國的經濟成長 也因此呢 當這個所謂的錢 準備要退潮的時候 這五個國家 可以說就會特別的危險 也提醒您特別注意了 而其實呢 最近市場波動已經開始加劇 在整個後QE時代開始的10月 也就是這個月份 居然就連股神巴菲特 他也跌了一跤 像是他口中的四大持股 BIG4 都在第三季財報出爐的首日大跌 跌了多少呢 我們一起來關注了 最先我們看到呢 這個所謂的BIG4 像是第一個富國銀行 居然呢 從51元跌到了低點47元 美國運銅從88元 也一度跌到了低點80元 還有呢 像是可火可樂 也一度呢 從40幾元 直接呢 來到了只剩40元左右 IPM的部分呢 也從這個 當時190元 直接來到了161元的低點 而這些通通都是最近一個月以內的變化 而我們看到呢 就在整個最低點的那一天 財報出爐的隔天 就讓巴菲特的賬面損失 到底多少錢呢 總共呢 是竟然將近新台幣600億元 而被投資人以為說 寶典股神的投資新法 難道在後QE時代已經過時了嗎 我們繼續帶您複習一下 巴菲特的投資新法 其實呢 有幾大 大家都非常的熟 包括投資龍頭公司 還有投資定期配食的公司 以及有獨佔地位的公司等等 很多人因為這些法則而賺到了錢 但是呢 最近為什麼感覺有一點點不靈光了呢 主要現在呢 商業週刊最新出爐 他們也歸納出了幾個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呢 其實最近的產業風扇有一點轉變 我們以這個可口可樂來看的話呢 當健康意識抬頭 就會衝擊了可樂的銷量 就算呢 它是龍頭 可是呢 當市場出現了結構性的改變 即使是龍頭的成長 恐怕呢 也會開始趨緩 而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巴菲特叫我們要選定期配食的個股 可是呢 如果它本業是走衰的 那怎麼辦呢 以IPM來看的話 它是美化帳面 實施所謂的庫藏股 提高美股盈餘 但是呢 負債卻因此飆升了三倍 也就是說呢 如果呢 當它的負債暴增的時候 如果獲利無法改善 在龐大的現金水位 也沒有辦法支撐高額的配息 而最後呢 就是說要獨佔地位的產業 也因此呢 要重壓的就是 這些所謂的全職股 但是呢 如果是全職股的話 如果是大股東 如果要一口氣賣出的話 那麼這個量 恐怕會引發股災喔 不過巴菲特 它的賬面資金 高達了5000億美元 這麼多 口袋可以說 非常非常的深 也因此我們剛剛看到呢 其實幾十億美元 差不多呢 是600億台幣呢 這個數字 其實呢 對我們巴菲特來說 這根本只是小case而已 不過呢 一般投資人 到底能不能夠熬過 股價的劇烈波動期呢 這個部分在後QE時代 提醒大家 就要好好的思考了 而至於呢 剛剛我們也提到 所謂的脆弱五國 當QE結束了 他們恐怕會面臨到 哪一些的重大衝擊呢 我們接下來要帶您 相識聊天 好 當然現在呢 很多的科技公司 都開始興起一股 縮短工時 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新運動了 尤其是很多竹科的大廠 因為公司很賺錢 所以竹科的廠商 對員工福利也不少 更樂於支持同仁們 下班之後的社團活動 因此比起校園裡頭的社團 竹科的社團組織 當然是更具規模 內容也更豐富 像是半導體大廠聯電 就發起一個優人神鼓的鼓隊 帶頭領軍的 還是聯電執行長 顏博文 而且他們大多都是 從一張白紙開始學 一個禮拜出出了 兩三天的時間來練習打鼓 還曾經請來 國內知名的優人神鼓來指導 讓很多同仁 是一參加後就欲罷不能 現在他們居然可以公開演出 對外積極參與慈善活動 而對內更可以凝聚向心理 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了 台灣的賽車發展 正逐步的邁向國際舞台 這是來自台灣的職業賽車手 陳俊山 他率領的包含了很多國際團隊 日本 英國和香港等等國家 60人的團隊 都為他的台灣車隊來工作 他現在在上海為台灣的車隊 拿下了亞洲利曼大賽第二名 和第三名的成績 有望在明年正式進軍 世界之旅的法國24小時 利曼賣酒賽 好 接下來看到是中東人民 聽到了伊斯蘭國就文一色變 但是有一家伊拉克的電視台 不甘示弱 英勇的女主播 還居然在電視上 跟他們來對嗆喔 而接下來要繼續關注的 另外一個焦點是 食安風波連環爆 不少人都擔心說 吃入口的食品 恐怕會吃進毒素 不過醫生現在有最新建議了 到底怎麼樣吃比較健康呢 我們帶你一起瞧瞧 好 這個比賽得了第一名 實在是有點讓人哭笑不得 這是韓國收入舉辦的第一屆 發呆大賽 由一位9歲的發呆小妹 奪得冠軍 而至於台灣的金劇迷 期待已久的上海戲曲 11月即將在國家戲劇院登台演出 由金劇群英會大頭陣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接下來來關注歐台旗 與歐台選的今日行情 歐台旗 歐台選是台股期貨 與台支選擇權的盤後交易商品 特別提醒您 從星期一開始 德國結束了夏令日光解約時間 歐台旗 歐台選的交易時間 會延長一個小時到凌晨4點為止 馬上來看到今天台股期貨 收盤是8881點 小漲了2點 而歐台旗最近月11月 目前是8865點 小跌了14點 而下圖是歐台旗 11月今天的量價走勢圖 接下來歐台選週到期契約 11月第一週 價平8900點 賣全46口 而價平附近最大量 賣全8950點 108口 賣全8800點 有438口成交量 接下來歐台選最近月11月 價平8900點 價平附近交易比較集中的 序列在賣全9100點 186口 賣全8500點 有20口成交量 以上是今天的歐台旗 歐台選交易行情 提供交易人跨市場避險 及套利管道 好 最後帶您來看到 蘋果執行長庫克最近接受了 國際媒體專訪時公開出櫃 承認自己是同事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 財經八點檔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若杰 我們明天晚上八點見